可是他看見的也不一定就是很有修情的 但是那個像就讓他升起那個什麼 其實就是你過去的善根 因為這個像對近就燃起了 就啟發了你過去的善根 就升起這個心 釋迦牟利我看見那個沙門 也不是佛教的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佛教 可是他這樣就升起出家解脫的邪 你看 一樣啊 那我們學佛呢 你最早第一個看見的出家人那是誰 他一定有很多修情嗎 有不一定 有不一定 那你讓你升起要學佛的心 那又是哪一個出家人 不一定都是聖身啊 沒有啊 沒有 所以他講 你最初引起興趣的 最初起信的 不一定都是聖賢 不一定都是像敬順導師啊 聖言長寶這一種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 然後那個時候他遇到這種 所以說破戒比丘而伏加殺的 還是人天不得的 這個要分別手 就是說一般就是說他雖然破戒 但是我沒人不知道他破戒嘛 可是他就說他還是出家人啊 我們還是恭敬他 所以說我們恭敬的是他那一件衣服 是他那個代表性 所以因為你是因為恭敬生且而得乳 但是他破戒 他破戒還穿這個衣服 那個叫賊柱 賊柱他本身會因為受供養 而怎麼樣 而有夜報 以後要還的啊 吃多少要還更多啊 但是你不會因為說我供養的這個是破戒的出家人 我就沒福報 沒有 你的心因為你是供養生且的心 你並不是說我要去護止他破戒 沒有 你沒有這種心啊 所以你會因為你會因為供養這個破戒的出家人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破戒嘛 你會因為供養他而生福報 那個是因為你的恭敬心而生福報的 就好像人家跟你騙說這個其實是狗的骨頭 他跟你講這個是佛的舍利 你拿回去也很虔誠拜啊 可是對你來講 那個就是佛舍利啊 你拜的就是佛舍利啊 有沒有福報 有 沒有福報 後來你會講 那個是狗骨頭 不是啊 因為你拜的時候你虔誠是你在拜舍利啊 拜佛頭的舍利啊 所以你因為這樣 一樣有福報 所以你供養破戒的 他還是人天無天 為什麼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破戒 可是你知道他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生且 代表佛舍 代表佛舍 你是因為這樣 你自然也得福典 但是他破戒而受人供養 他自己有他的業 那一個 你供養他 他受惡業 你得福報 這個是不相干的 但是如果他有修行 他本身是阿羅漢 你得的福報更大 但是他 你本身 他已經斷軍反饒了 他也有他的作用 那又是不一樣 那福田是 所以這個袈裟是福田 是讓眾生得福的 是因為他那個相代表的是佛舍 好 那麼所以 真誠的在家信眾 應特別尊敬申請 就是這個僧团 就對了嗎 在家信眾試用 跟上一個畫面 但是我覺得這很大的 外文 在你探索喔 跟他要不要 在家信中 肯定感覺 就是аль子 致動的 可能 我愛你 其實已有的 偶然 希望在家信中 不是一般的 veya 以來 你不能夠 所以他這裡講 就是說我們真誠的在家信眾 應該要特別尊敬生前 就愛護這個佛教團體 要護持佛法 要護持佛教 愛護生前 從旁鑄成生團的和樂情境 切不可可悔賢者 或以權力來從中逗陣 你們會看到很多團族也是這樣 很多在家人不知道 要介入甚至霸戰試驗 很麻煩 那其實這一下子就造很多月 佛事生前發生的爭執 言佛的話也不可聽 這個實際上是有的 這兩個必須在吵架 兩個必須在吵架 佛頭聽到了 聽到外面在吵架 出來看 兩個在吵什麼 為了一件事在那邊吵在那邊吵 佛頭就跟他講 大家不要再吵了 這些事情就這樣算了 不要再講了 不行 他就說 師尊啊你不知道 這個人可惡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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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馬上講 師尊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人怎樣怎樣怎樣 又開始吵了 佛頭 這個為什麼不跟 大家設 佛頭叫他跟比丘說法 年輕比丘說法 他不要為什麼 講三次三次都不要 第三次他跟佛頭講 他為什麼不要 不然佛頭會誤會他 他每次不聽佛頭的話 他說捨立 所以沐建人的弟子跟阿難的弟子 沐建人有弟子阿難的弟子 這兩派比丘常常吵架 常常構成 這兩派聚在一起 常常吵架 大家設曾經都跟他們講 因為大家設 大家設很少在聲討 大家設就是衣著沒有他們觀世亮麗 很多年輕人比丘不認識他 而且也看不起他 然後大家設要跟他們講 他們也不聽 後來他就不講 家瑟很有個性的 你叫我講我都不定講 我講給你聽 你不聽我還要跟你講 他不講 所以佛頭說 家瑟你懂那麼多 你修情這麼好 這些年輕比丘 你有跟他們說說法 三次他才跟你們講 世尊 那個捨立佛的弟子 沐建人的弟子跟阿難的弟子 兩派常常在鬥爭 這些人怎麼講得聽 不是我不要講 這些人根本就講不聽 也不聽 他說到 所以言佛的話也不肯聽 後來 後來佛陀時代沒有分兩步 後來慢慢慢慢就 佛陀時代就有一些 就是兩派象徵 但是還沒有說分別 和二生還沒有分 提伯達多時代才開始分 但是就是還沒到 提伯達多時代的前面 就是 弟子跟弟子之間 佛弟子就是佛陀的弟子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 都是阿羅漢比較沒有什麼意見 可是阿羅漢的弟子跟阿羅漢的弟子 就不一定 凡夫嘛 就比較會吵 後來分成兩步 佛對信眾們說 這都是應該共良 所以奴魄金帳為二分 二據是金 此可為在家信眾的座右名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說 這個佛陀時代居善民的比丘 就喬善民 喬善民一國的比丘 那要來這個捨衛城脫波 他們有一群人要來 那這一群人裡面分兩個部派 不是兩個部派 分兩部分 兩個不同的團體 比如說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捨衛城有兩津寺院 竹林金色一間 東遠金色一間 那竹林金色跟東遠金色的不合 類似像這樣 是舉例 那喬善民國 喬善民國的這個寺院裡面 有兩派不同 就比如說像我們這裡 比較大的兩派 比如說中台山跟佛光山的 那假設這兩個人 這兩個部派人都來 這個佛陀在彰化 那兩個部派人 一個從台中來 一個從高雄來 都來找佛 來跟佛說 要來這裡 類似像這樣 當然我不是說他們部派 我是說舉例 這兩個部派 好 那喬善民國的 這個兩個比丘要來捨衛城 那捨衛城你知道 布施第一的 剛才我們講 布施第一的是什麼 七大都長者 其故都長者 布施第一的幽波 幽波宇 就是女眾 女眾的居師 男眾的居師 男眾的叫幽波瑟 女眾的叫幽波瑟 女眾的叫幽波瑟 幽波瑟 布施第一的大陸長者 虛達通 幾故都長者 布施第一的比丘 避捨邪 勿子母 好 那他們就感到很為難 他說 他說 我們知道 這喬善民國的比丘 兩派鬥爭 這兩派都要來捨衛國 他們就很困 他們就去問佛 帶了很多幽波瑟 幽波瑟 一直去問佛 一起去捨衛城找佛 那時候佛在捨衛城 他這個喬善民國的比丘 要來捨衛城 那捨衛城一定要脫波 要供養他們 那是因為他們都在鬥爭 而且他講的怎麼樣 共襄罵你 戶求長短 口如刀劍 就是互相毀謗 口如刀劍 柯國講的一個比一個難聽 那邊的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邊的劉小 那邊的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生命不好的就是這樣 講到很難聽 口如刀劍 互相毀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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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 又不是 我們又不能講出家人 他們又講這樣 那 可是這樣又讓我們覺得 一個 很難做人 可是 也很不想布施他們 可是要布施 又不曉得要招待哪一個 那 他們跟我們講他們的壞話 他們講他們的壞話 那 你就會不想過了他們 那 很簡單 他們就很為難 所以 聽說他們要來 那 大家就心裡面有一點忐忑不安 他說 大家就拜著一起去找 這個幾孤兒長者 這個聘舍學 這個又不會有 那麼 就是找佛 跟佛陀講 佛陀你有沒有聽說 這個 小少女鬼的這個 比丘 他們說 鬥爭的很厲害 互相毀棒的很厲害 他們要來捨未成 那我們要怎麼辦 你直接在家裡要怎麼辦 他就要共進來 要共養 他們來 那個時候都是脫波的 一定要共養 那 那要怎麼辦 佛陀就跟他講這句話 他說 他說 第一個 第一個 他們聽 他們講你就聽 聽就好 聽就好 他們講你就聽 不管誰講 這一邊的人講 那一邊的人講 你就聽就好 聽得好 不要說 聽就好 第二個 假設你們要布施 那麼你們不要只布施他 或只布施他 兩邊都布施 不要說 我聽這一邊的 現在我到了 我布施他 那邊的不要 那邊的沒修行 那邊的煩惱中 或是有的擁護這一邊 有的擁護這一邊 那就麻煩 他問題就麻煩 所以你看佛陀就這樣說 第一個 兩邊都聽 就聽就好 第二個 布施分作兩份 兩邊都布施 為什麼 此意是深 彼意是深 你看他就這樣講 這邊也是個深團 他也代表 雖然還有煩惱 但他們是走在斷除煩惱的路上 表示還沒斷除煩惱 就還有病 身上還有病 所以有病的時候 遇到煩惱 比較像 我們還有咳嗽 動不動就忍不住會怎麼樣 會咳兩三聲 就沒辦法 那你的煩惱就像說 遇到境界你受不了 你就會咳嗽一樣 那病比較重的病很酷 一串一串一少 那沒有辦法 他自己也沒辦法 但是他是走在治病的路上 他會把病是好的 此意是深 彼意是深 所以布施分作兩分 不要有分別 那麼他們講 那你就聽就好 那如金杖 如破金杖為二分 好像一個金杖 就是一個金手杖 你把它折斷了 分成兩塊 都是金 二聚世界 都值得你能夠養 所以你看 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 辟舍邪跟 跟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幾夫徒長的講 辟舍邪跟幾夫徒長的講 都是正三國的趨勢 都是正三國的趨勢 可是這一些吵架的 這一些村家人 出國都沒有 但是他一樣 他一樣 聽佛的人的話 千千觀 你看 共能有共能的福報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這樣 那麼 此可為在家信眾的座右女 那麼上來讚嘆聖寶功的 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例子 從佛陀 我們對這個 居上與比修來的 兩派的鬥爭 怎麼樣這些 這些煩惱的這些宿家人 但是正國的宿家人 一樣千成的共能 他們也有一點點困擾 那這個要 這些 這些要怎麼辦 那麼如果來了 我們要怎麼辦 佛陀就不要問他什麼 所以 如破金杖 何謂一分 二聚世界 共養分作養會 此意是生 好 再接下來看 三寶真實德 無肉性清淨 化世真義俗 佛法得常準 好 那這裡講到三寶 有幾種三寶 我們來看 三寶是我們歸一的對象 在一切宗教的教主 教理教育 一般是這個 叫做三寶 道教 老子講的三寶就不是這個 老子講的三寶是 道教的三寶 道家的三寶也是這樣 就老子啦 道德經啊 或什麼什麼什麼經啊 然後這些道家的這些修行人 但是老子講的三寶不是這樣 道德經講裡面三寶 無有三寶 就是這三個最有價值的東西 一齒二檢 三不敢於天下先 這三間 慈悲心 少益之主的心 淡薄明義的心 第三個就是謙慢 謙卑的心 謙卑的這種德恨 這三種德恨 那他說一般來講 這三寶就是教主 教人教徒 三寶是最圓滿最新鮮 就是六四外道裡面都有 他有一個這個教主 他有他的修行方法有教人 有他的信眾 基本上是這樣 就有點像國家主權人民 像國家的幾個要事一樣 好 難佛像以身中 不一定能符合這一個意義 他說 這應該知道 如現在 佛是玉石金銅木雕土塑 或紙畫的佛像 這是我們看到 比如說這個是石頭的 有些有畫的 是畫的 畫的 那這個是佛像 那法是三寶經典 比如說我們這個經書 青鋼經 阿彌陀經 阿含經 然後是寫這個經書的這些論 記者論 什麼論什麼論 大制度論 古經大德的法義 就是探討這個真理的 它就是法 我們說過法兩個 法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道理 一個是道論 道理就是跟你講 這個世界的真理是什麼 遠起 無我 那麼 無常 那麼 知己無常 珠寶無我 涅槃其切 跟你講真理 第二個是 告訴你怎麼贈得這個真理 四念初 四正起 五根 五粒 七絕之八正道 六度 波羅蜜 反正 告訴你怎麼去贈得這個真理 就方法 那所以 這個是法 那麼 生是出家中 就是 這個 隨佛 隨佛 隨佛出家的團體 出家人 聚集在一起 眾 合合眾 出家人的聚集 就是出家眾 眾人 那麼 這稱為住持三保 這裡講到幾個三保 這裡是第一個 叫住持三保 等一下還會有 我們先把它標注起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 住持三保 是佛妙佛教流轉於世間死的三保 就是我們現在 那有些人把它叫做常住三保 但是寶師在這裡不是 常住三保是另外的 但是如果你去查 你會發現這樣 常住三保就是住持三保 不是 那一般有些這樣解釋 但這裡的住持三保 是住持三保 常住三保不是 常住三保比較像自信三保這種 所以要分開 分開一下 他說第一個 住持三保 佛妙佛教流 流轉於世間死的三保 這佛妙佛才有 比如說佛像 佛在世的時候是沒有佛像的 你讓我們再來講 佛在世的時候是沒有佛像的 佛妙佛才開始有 好 好 好 那 這個 公盡公養 是佛教流傳於世間死的三保 公盡公養 依此而歸向於真實的三保 那真實的三保是什麼 後面會講 所以這第一個住持三保 就是表向上 形象上 你說 這個法 這經常聽講 此經所在就是極為有佛 應當尊敬共養 這個經書不代表法 那經書裡面有法 你依這個法修行 可以得解脫 可以前果 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是佛妙佛 佛妙佛形象上 那 依此而歸向於真實的三保 又如釋迦佛出世時 釋迦佛是佛寶 佛妙佛 佛妙佛佛在世的時候 佛妙佛佛像 經書出家人 佛在世的時候 釋迦佛是佛寶 佛當下所講的 佛在世的時候也沒有書 是沒有書的 法都是什麼 佛說的你就記起來的 義詞的 那個時候沒有書 也沒有錄音記 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所以法就是佛當時說的 那麼 是後來 佳設結局經典 那個時候也沒有 佳設結局的時候還沒有 找很多人來 佛說了什麼 佛說了什麼 然後背起來 然後再傳給下一代 就這樣轉這樣轉 輾轉傳 傳了大概 大概傳了大概要佛滅後 五百年 佛滅後五百年大概 一世紀的時候才開始 慢慢有佛像 然後有這個 或是有抄寫 抄寫的人 經書抄寫的人 就是另外的 就是開始有這些出來 佛在世的時候 第一個 沒有經書 沒有佛像 但是有出家人 出家人很多都是賢聖聖 那佛滅後賢聖聖就少了 佛在世的時候 要跟阿羅漢幾萬個 幾萬個 真的你走路不小心 都會撞到阿羅漢 真的 可是佛滅後 佛滅後還有 可是越後面就越少 越後面越少 越後面越少 那為什麼越少 因為佛法越來越不清全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釋迦佛是佛寶 佛所開示的叫做 赤地緣起涅槃 就是真理 正真理的方法 緣起是真理 四地是正真理的 一個赤地 那麼涅槃是法寶 涅槃是正真理的境界 好 那麼隨佛出家的凡眾聖真 是聖堡 那很多都是聖聖 很多聖聖 當然也有凡夫生 但是也是堡 這是畫像三堡 是佛出人間教化時 與此三相和三堡 好 現在就有兩個了 一個是住聖三堡 現在講兩個 一個是住聖三堡 佛滅烘 一個是畫像三堡 佛在世時 佛世時 佛滅烘 如果我們依這個經文來說就是這樣 佛滅烘 住此三堡 住此三堡就是佛像 經書 出家的團體 佛在世時 佛在世時 佛在世間的時候 是畫像三堡 後面還有 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佛在人間教化時 教化的時候 所以叫畫像 以此三相為三堡 所以叫畫像三堡 恭敬供養 以此而歸相 十方一切 那麼 正堡跟一切閒甚深 畫像以住此三堡 都是佛教在世間的具體形象 以此為歸一對相 進而更深入一層 好 那現在要講深入一層的 叫做真實的歸一 是三堡的真實功德 我們歸三堡 為什麼要歸三堡 到底有什麼功德 是什麼功德 又有好多分別 現在略說兩倍 真實是在歸什麼 是歸這個像嗎 是歸這個經書嗎 是歸那個穿加沙的書家了嗎 當然不是 我們看 他說第一個 佛的無肉功德是佛寶 我們歸三堡最重要的是要怎麼樣 要得到無肉的解脫 那麼一聲文來說是五分法身 什麼是五分法身 戒定慰解脫解脫之間 五分法身 戒定慰解脫解脫之間 五分法身 戒定慰解脫解脫之間 所以他這裡講 一大聖法是無上菩提所設的一切無肉功德 他這裡講無上菩提 講四字 四字 四字是什麼字 大圓性字 平等 平等性字 尿觀察字 陳所作者 八值奇 五分 九分 八分 九分 九分 六分 八分 六分 這也是四字 四字補上補底 什麼是大元禁止 他就是禁止是自在明策的 涉持一切法 涉持一切不失 唯一切智慧所依的 大元禁止是根本 平等性就是通達至他不惡平等的 一切眾生平等 通達一切眾生平等 至他不惡 妙觀察制就是通達一切志向共向 一切無憾而自在說法 這個是一般的解釋 成熟做智就是能夠做承辦種種利益眾生的事業 叫成熟做智 一般是佛具有這四種 後來就有所謂的給他配 前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八世是大元禁止 七世是平等禁止 六世是廟關 早要是前五世是成熟 就開始有這樣 但是這個是後來的 之前是沒有這樣配的 這個是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他這裡既然有寫了 我們就稍微知道 他說無上普提 導致在這個無上上面加了四字普提 所設的一切無肉功德 正法或涅槃是法寶 你說的正法 有學無水的有肉功德是生寶 當然你的無肉功德就是你正有無肉法 無肉法就是正法 你氣怒正法 正德念法 才有無肉功德 所以這個是生寶 一生文勝說四雙八倍的無肉功德 四雙八倍是什麼 四雙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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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八種人 出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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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 出國相出國 出國之前有個出國相 但是他一定會正主國 那一樣二國 二國相二國 三國相三國 就是這樣 四國相四國 二國相 然後正二國 三國相三國 三國 三國 然後四國相四國 然後這個就是四雙八倍 三國相三國 一雙一雙一雙 四國相四國 四國相三國 四國相三國 所以這個叫四雙 四雙 一二二三四 這個是八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雙八倍 四雙八倍 道路四國才是無血 其他都是血 血無血 還要再血 還沒成就 好 所以這個是四雙八倍的無肉功德 一大聖就是生本法來講 如果一大聖是菩薩 射得生本必知佛的無肉功德 就是說菩薩正無生法來講 已經清一生法 第二個 大聖教所說的 究竟圓滿所寫的 最清淨法界 射得體相業用 一般我們的體相用 哲學裡面講的體相用 這個是佛寶 少分顯現清淨法界的 是生寶 遍實法界而不爭不減 無而而別的法界 法界就是真如實相 是法寶 平常所說的 它就是佛寶 生寶 法寶 那死法界 死法界大家應該知道 能寫一下 這些新名詞 有些人比較不知道 死法界就是十類的眾生 死法界就是十類的眾生 死法界 死法界分六反四勝 六反 四勝 六反 天 人 就是六道 阿修羅 天人阿修羅 惡鬼 畜生 定義 就有最六類的眾生 六種反復 這個都是反復 那天又分 玉界色界於色界 人又分 世大宗 大概這樣分 那四勝 生文 元絕 菩薩佛 生文 元絕 元絕就是畢師佛 那三五六分這些四川八輩 元絕 元絕 菩薩 佛 佛 這六法是十法界 所以他這裡講 騙死法界而不爭不減 無二無別的法界 那麼這個是法法 其實就是說法的真實本質 跟真實自信 平常所說的 那麼一體三寶 你一體三寶 長柱三寶 你看這裡有個長柱三寶 這個長柱三寶 這個長柱三寶 就是一體三寶 後來也是說 我們說自信三寶 那有些會把長柱三寶 寫成第一個柱子三寶 那這個就解釋不一樣 那導師這裡的長柱三寶 是屬於 這裡的一體三寶 一體三寶 什麼叫一體三寶 就是 佛就有佛法身的意思 法也有佛法身的意思 身也有佛法身的意思 其實就是這樣 佛本身就具足佛法身 那法也是 佛的法 比如我們舉個例 佛的法身這個就是佛 那能夠正著涅槃這個就是法 佛正著涅槃 能夠出涅槃這個是法 一法收起這個就是身 那這個是法 那佛能夠絕照 一切法這個是佛 那有這個鬼折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規律的意思 就緣起如是 如是因如是果 那麼這個是法 它合和沒有違證一切法 這個是身 類似像這樣 這個我們去大概去稍微查一下 之前就會知道 有所謂的一體三寶 一體就是佛法身是一體的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麼理一體也是這樣 那麼理一體的意思是說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這個叫做佛 佛性中具足一切清淨法 這個是法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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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中所具足的一切法 沒有 沒有鬥爭 沒有違證義 這個是身 就是理體 理體上的三寶 那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佛法身它是一體的 它並不是分別的 它是著實三寶 跟畫像三寶 它是分開的 各有各的體相用 那理體三寶 二體三寶其實是一樣的 一體的 所以它講 一體 理體 常住 乃是還有一個什麼 自信三寶 那這些其實都是講 它是體相用都一樣 它只是同一個意義的不同解說 那現在就有三類 一個就是我們講一體三寶 理體三寶 常住三寶 自信三寶 這個是同一類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佛滅奧 佛滅奧有著實三寶 佛在的時候 有畫像三寶 佛滅奧這個是佛 那個就是佛 佛在的時候 釋迦摩尼佛 那個就是佛 不一樣 這個 那如果講理體 理體三寶 這五分法身是佛 就前面這裡講的 或是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你正當二親近心 那類似像這樣的 好 那這裡有一點點複雜 那沒關係 我們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 因為這裡講三寶 就是大家對三寶的奠義 這已經佛法已經流傳了兩千年了 那就有很多很多的說法 好 那這個是我們稍微理解一下 到這裡有一點點明相 所以三寶的真實功德 真實的三寶 是無漏的 他現在講真實的三寶 是勝利的 因為我們供養 我們不是以這個石頭為主 而是要得到佛的取向用 要證得這個法身 要有那個絕照 絕照一切時間 要出輪迴 要利益一些眾生 要有這個作用 所以第一個 佛的真實的三寶是無漏的 不假漏 漏就是煩惱 沒有煩惱的 親近的 無漏的意思 漏就是煩惱 無漏就是不跟煩惱相應 所以他這裡講 是不以煩惱雜欄相應的 也不為煩惱雜欄延期的 那麼又是性親近的 無漏的有為功德稱為親近 法就是親近 無為功德不但是離構親近 在雜欄中也還是本性親近 無漏而性近的三寶 才是真正的歸於處 所以你修寫 比如說你學果 最重要的就是要斷除煩惱 要不起煩惱 我們這個法 我們誦經 那之所以是法寶 是因為這個誦經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了解這個道理 讓我們知道 第一個 我們有什麼煩惱 第二個 我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煩惱 我們要增加哪些力量 可以來對付這個煩惱 那我現在有什麼煩惱 我遇到什麼煩惱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個煩惱 我對付這個煩惱之後 我還留下些什麼煩惱 你這個你要知道 那個才是你讀清的真正利益 那個才是所謂的法寶 才稱為寶 一樣的道理 那要恢復到你的親近 讓你的內心可以親近 讓你可以受用 有這種作用 所以它這個才是真正的歸一處 你不是讀了 你歸一法 不是說我拜這個金剛經 我拜這個法華經 我歸這個法華經 歸這個金剛經 不是啊 法就是只要 它是本性 佛法生都是這樣 它是本性親近的 無肉的 沒有雜欄的 沒有過失的 不過從佛法化倒世間利益眾生來說 不但應該歸近於真實的三寶功德 就是你歸三寶的意義 是為了要得到三寶的真實功德 你有覺悟 你覺悟的過生活 你法是親近 你親近的過生活 身世和合 你與人無爭的過生活 基本上你要有這種作用 那麼也應該歸近你事實 事上的住持三寶 佛式是畫像三寶 佛妙是住持三寶 但是你這一些真正的宗實功德 從哪裡來 要先從外向來 從表向來 就好像金剛經教你故事的時候 要不著相布施 要不住色身相異處法而先布施 可是你一開始 一開始你要先著相布施 你要先布施 布施了之後才不著相 你現在因為不著相就不布施了 你哪裡 我不住色身相異處法 而不布施 你變成這樣 不是啊 一開始當然你要先布施 然後在布施裡面 再去如樣 你著相布施這一部分 一樣 那你要先從畫像三寶 從佛像裡面升起共進心 開始學佛 開始依法修行 歸一佛要向佛學習 歸一法要依法修行 歸一聲要以聲合合 那基本上你一開始 也要先有佛像 讓你升起共進心 讓你知道我要向佛學習 向佛學習的時候 你正的跟佛一樣 那個時候就真正歸一 叫做歸一的功能 那是真實的功能 一樣 釋迦牟尼佛它那個相 那個時候叫畫像三寶 你歸一釋迦牟尼佛 提伍牟尼佛也歸一釋迦牟尼佛 可是他後來做利益 舍利伯後來也歸一釋迦牟尼佛 可是他爭到阿土安 那為什麼 那哪一個是真歸一 如果歸一就有功德 那為什麼提伍牟尼佛沒有得到那個功能 不是啦 他沒有得到真實功能 但是舍利伯的真實功能 還是從釋迦牟尼佛的三十二項 從他的這個表象上去的 然後聽他說法 然後努力思維 如意思維 然後獲得的 所以真實的三寶功德 還是要從畫像的三寶功德 那個是佛式的 可是我們佛滅後 我們還要從住持的這些表象上去獲得 一樣 你恭敬佛就有恭敬佛的一分功德 一樣 所以 所以他講 不但規矩你真實的三寶功德 也應該規矩你事實 事項上的住持三寶 佛式的時候是畫像 我們知道佛在的時候叫做畫像 我教化世間所獻出來的三種像 佛滅後 佛滅後叫做住持三寶 住持這個世間的 佛香 經書 俗家人這些 因為 歸一但歸一世俗 不免留以形式的崇拜 你如果只是在表象上 就好像 你認為這個經書就是法 你子書會讀經 你根本不了解裡面的道理 也沒有依教修行 你哪裡去得到經典裡面的功德 我們常常講 一部經一定會講幾部分 第一部分一定跟你講 這部經的道理 佛法的道理是什麼 第二部一定會告訴你 修行的方法是什麼 那修行的方法裡面 一定會有修行的次第是什麼 比如說金剛經 他跟你講 這個道理是什麼 無助無相 無我 他跟你講這個 這個是真理 那怎麼證得無助無相無我 怎麼行菩薩道 怎麼發菩提心 他就告訴你 第一部發菩提心 第二部布施而不著相 不注射身相會 是我行布施 然後持戒忍路 他會告訴你這個次第 然後所以經典一定都包含 第一個告訴你什麼是道理 第二個告訴你什麼是方法 修行的方法是什麼 金剛經就是六度四次 六度 土提心六度 三星行六度 第三個他會告訴你 你這樣修有什麼功德 他會告訴你這個 所以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注重在那個什麼功德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麼修 也不懂得道理 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就是什麼流以形式 所以你拜佛 拜佛是為什麼 降服你的我慢 結果你越拜越我慢 越驕傲 讀經 送經 是為了掙扎你的智慧 結果你只會送經 越送越愚痴 煩惱越重 智慧表現在哪裡 智慧表現在你面對問題 你面對問題 你會奴隸思維 知道怎麼解決 知道這個問題 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現階段能不能解決 你會知道 這個是智慧 不定 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你遇到境界的時候 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 你不會慌 不會亂 不會不安 界表現在哪裡 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非常巨大的誘惑的時候 你不會被他影響 你有克制的能力 你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這個就是智慧 違反克制自己的能力 這個就是智慧 你在一切境界中安定 安定 而能夠調補自己的心 這個就是智慧 你面對一切的境界 你能夠看清楚 而不只會境界轉 能夠解決面對一切的境界 這個就是婚 所以這個是真實的 如果沒有 你就只是誦經 就只是念佛 就只是拜佛 可是你還是一樣煩惱 還是一樣害怕 還是一樣恐懼 你這個就是 由於形式的崇拜 你不棄語 就是你對你這個法 你不棄入 那如果尊重勝利 就講得很高很深 可是一般你就不明白 你只是很多道理 可是你不明白 是很道理是對 但是你就不會沒有辦法明白 那這個也沒有作用 你的道理是對 可是他就天不明白 他沒有辦法做 做不來 他這個階段做不來 沒有辦法 你跟小學生講 你跟他講唯積分 唯積分是對的 沒有錯 唯積分是對的 可是他就這個時候 他加點選就都還沒有 你跟他講唯積分 你不能說你講不錯 可是對他來講沒有用 所以還要棄積 所以棄語跟棄積很重要 說法不棄積 忠是嫌原語 你都法是正法 可是對他就沒幫助 沒有意義 你所有他很喜歡 很動聽 他很高興 可是他就不是正法 就不棄禮 還終究還是四死外套 天蒙外套 沒有用 天天講感應 天天講可以幸福快樂 可是實際上也不是這個樣子 他當然很喜歡 他當然很有興趣 可是對他沒有實質的幫助 要人打動他 要人吸引他 又對他要有實質的幫助 他要真能修 能隨著這樣去修 這叫氣以氣機 我們把這段講快倒 所以 一太過高深 不是一般所能明瞭 所以必須歸現實事項的註實三保 因此而進向真實的三保 佛教重視相教 相教 就是類似相 相教就是開始有佛像 後來開始有佛像 這個叫相教 那麼跟這個阿安靜裡面講的相法不一樣 相法就是很相 但不是 叫做相似佛法 這不一樣 那這個相教就是 這個以佛像 以外像 譬如說注尺三保 化色三保 這種比較形式上的 舉個例來講 釋交模擬佛 外相就是32相 可是金剛通 要跟你從外相歸到真實三保 你可用32相 來說他就是佛嗎 當然不行 如果你說32相就是佛 那左臉色毛也是佛 水啊 但你又不能說佛沒有32相 佛確實有32相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其理由就在此 注尺三保為四相上的 從此表現真實三保的功德 我們也是要誦經 但是我們誦經要了解它經的道理 要增長智慧 那你沒有經理也沒有智慧 你根本就沒有道理 你不曉得 你自己生長出智慧出來嗎 沒有啊 所以我們藉這個經文 藉這個表現上的 升起真實的功德 其實是這樣 藉這個佛像 升起我們向佛學起的這個願心 然後增長後來成佛 也是這樣 那這個才能由淺身由之 視理如安 佛法才能得償存世間 唯一切眾生做舊父做無天 你講到這裡 好 時間到了 我們合掌回向 願你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